嗨,我现在要跟我妈去我姨和我舅家 然后呢,现在要去坐那种非常老式的火车 我们先吃一会儿早饭 这个古老的车站 猛洞河站 可怕 不需要安检的那种 需要过一个天桥 不知道能不能叫它天桥 但是差不多那个意思吧 然后这边 看一下我们的大山 这个火车非常的神奇 它不会有固定停在哪个道 也不会有固定的到达时间 所以每次需要提前这么个把小时来这儿等着 等到它到哪儿 然后你就上车就行了 就是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坐这个火车 救我姨或者我舅家 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 它不会每天都来 它有时候是隔天 有时候是隔两天 所以你在出发前就要查 查一下时刻表 以及 不是啊 不是时刻表 是运行表吧 然后或者问一下 就是当地的人 今天火车开不开啊 它在拆箱安检 就这样就结束了安检 车来了 十指金成了这样 现场收费 买票 到了两站地 现在开始长达一个小时的徒步 40分钟的徒步 这是我10岁之前居住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也没咋样还是小小的 我之前都在这边的小学读书的 这个地方叫长官吧 长官后来取名叫兴有顺 然后呢 我在这里 我之前我爸妈都是在这里工作之后 因为他们工作的调动 然后到了那个芙蓉镇 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 之后就一直就在那 但是我的亲戚们都在这边 基本上都在这边 我妈特别是我妈这边的亲戚 集瓶隧道 这边还是很流行这种拖拉机的 已经在绝望的边缘 好热 扶瓶先扶制 扶瓶必扶制 治癫痫不吃药 那儿有一棵石榴树 它阳沉而去 只留下我在后面 乌鸡 小乌鸡 老乌鸡 看它那个黑气 太可怕了吧 这个竹子长得挺好看 这个是柴房和一棵核桃树 帮它剥洒一下 种子吧 卖柑橘 我的汗 我本来就是湿热感冒 我现在更加湿热了 好大一棵板栗树 这个是野葡萄 这一片都是 接在他家的墙上 在我上当中 我这份我是不孩子 太累了 洗脸托你 洗脸了 我的鞋车都这样 哎呀妈呀 这就是你们向往的生活吗 告诉我你们如果真的向往这样的生活的话 欢迎来这里 我给你包吃 绝对包 这个是我舅的家 就在老宅下面 休息一下 刚才在我舅家里吹风扇 吹了休息了半个小时 现在去我姨家 感觉比赛越来越重了 来来来来 我去椅子嘛 我去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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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我去椅子 我去椅子 我的体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